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金刚经》深度解读系列 在今天的第十三集中,我们将深入探索心无挂碍的概念 但在此之前,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叫做法布施的概念 法布施是佛教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布施方式 它意味着分享智慧和教诲 如果你觉得这个系列对你有帮助 希望你能帮我们法布施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赞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更新了 现在,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心无挂碍 心无挂碍,这四个字 在《金刚经》中有着深厚的意义 它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一种对待世界的方式 心无挂碍,直译就是心中没有任何的障碍或束缚 在佛教的教会中 这代表了一个人的心灵已经超越了物质世界的束缚 达到了真正的自由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心会有挂碍呢? 这些挂碍又是从哪里来的? 在佛教的教会中 挂碍往往与三毒贪,称,施密切相关 贪,或者说贪心 是我们对于某些事物过度的渴望或占有欲 它经常导致我们与他人产生冲突或者对生活感到不满 称,也就是愤怒,是我们对于不如意事物的反应 它让我们失去了理智,做出冲动的决策 而吃,即无知,是我们对于真实世界的误解或忽视 它让我们走入了迷途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许多外部的因素都可能导致我们的心产生挂碍 比如我们对物质的追求,对名利的渴望 或者是对他人的评价的过分关心 但真正的挂碍 其实是来自我们内心的无知和迷惑 当我们固守于自己的观念和期望 不愿意接受事物的真实面貌 就容易产生挂碍 要实现心无挂碍 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些挂碍的存在 只有认识到了,我们才能开始去除它们 冥想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它可以帮助我们观察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从而认识到我们的挂碍 读经则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智慧和指导 帮助我们理解和克服挂碍 向高僧请教则可以让我们从他们的经验和智慧中受益 更快地去除新的挂碍 通过金刚经的教诲 我们可以找到去除新的挂碍的方法 这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解脱 更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服务于社会 为众生带去福祉 当我们的心真正实现了无挂碍 我们会得到内心的平静 对事物的清晰看法 以及对他人的无私关心 我们能够更加自如地面对生活中的起伏 更加从容地应对各种挑战 心无挂碍不仅仅是一个概念 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它教导我们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保持内心的清静和自由 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 大家都能对心无挂碍有更深入的理解 也能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这一教诲 实现真正的心灵自由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金刚经》深度解读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赞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